拎着大大的垃圾袋 浙江义务的志工 利用下班后的时间 穿梭在夜市的小吃摊 执行垃圾不落地 扭动性客户 他的习惯 或是说我们一下子的教导 他是有动性的 餐饮店面下面的拉起来 必须要靠他从前 赶紧 志工不止弯腰 减时顾客随意丢在地上的垃圾 他们也向用餐的民众 宣导私人回收 推广韩保 义务此地志工 积极在社区举办资源回收宣导 每个星期利用一天夜间 在人潮聚集的夜市前 带动民众做回收 地球慢慢在发烧 越来越热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用的一次性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说塑料皮 这个鱼拉块等等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宣传 60%的垃圾是可以 使用的 经过志工的宣导带动 现在夜市的街道 干净许多 志工也希望这股环保新动力 在每个家庭中落实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浙江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